绢绢细水,隐匿着母亲河,千丝万缕,孕育着国际河兰沧江的雏形。 冰清雨节,风吹草堤,诞生了中国之最长江的第一滴水。 这就是三江源大科考。 在世界最长的十条大河中,追本球员居然有三条集中发源于中国腹地青海省。 它们是黄河、长江和蓝沧江。 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蓝沧江贯穿东南亚,号称重水之母,是亚洲唯一的一江连六国的国际河。 万物因水而生,人类择水而居,于是河流也被称为生命河。 然而,这三条大名鼎鼎的河流,却不约而同,对人类隐藏着一个看似并不深奥的秘密。 它们的诞生地。 梦想一探究竟的人,从来就没有断过。 然而,此起彼伏的争论,也至今没有停止过。 2008年的初秋,一些好受白霸的长者和精壮汉子,陆续汇聚到中国青海省省会西宁。 年长者大多是中国国宝级人物,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而那些正当年的汉子也绝非等贤,都是中国科技界的骨干。 此次,这些实力派科学家们云集西宁,犹如武当论剑,使出浑身解数,就是要攻破三江源这一忽明忽暗的迷魂阵。 中国古人说,黄河之水,天上来。 虽然,这只是感叹自然的诗句,但黄河,长江,蓝沧江,确实都来自世界上离天最近的地方,青藏高原。 从卫星地图上看,黄河,长江,蓝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区相距并不远,都集中在世界屋脊的腹地,中国青海省南部。 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面积三十多万平方公里。 那里气候寒冷,空气稀薄,是世界公认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三条大河的第一股水流,就悄然营在那里的雪山沼泽之间,与飞禽走兽为伴。 然而,它们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 犹如物理看花,整个地理学界至今没有定论,成为中国科学家们的一代遗憾。 这条河流,它怎么发跃,怎么形成,从哪开始,然后怎么逐步地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科学问题。 源头在什么地方,另外呢,这个河到底有多少长,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作为参加学科最多的一次综合考察,三江源科考队承载着老专家们的重拓。 我们一个那么大的大江大河,它的正确位置的人都不知道,一个民族的进步跟它的这个精度很有关系。 我们把精确度提高以后,无疑地表示国家人民才能。 精确,然而获得这个精确绝非一事,考察队要溯源而上近万公里,而三江源区河流沼泽,支漫繁东相互纠缠,哪一条,哪一顶是三大江河的正宗源头呢? 我们黄伟确定何源呢?除了那几个原则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承认历史的一些现状。 世界历史上所有文明的诞生与繁荣都依托于江河。 人们对哺育自己的江河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母亲河的称谓自此而来。 因此,有专家认为,确定何源,不能忽视人们情感的认同。 长度最长,水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和主流流向一致,还要符合传统习惯。 仅在专家那里,就有如此多的标准,世界上还没有哪条河流的源头,同时具备上述条件。 于是,激烈的争论也就在所难免。 历史上,人们一直在探索这个大河的源头,就是比如说,包括尼罗河探险,亚马逊的源头探险,都做了很多。 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刘绍创,此次三江源头科考队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从1999年开始,他用了近十年时间探寻确定了十条世界最长河流的源头和长度。 他极力坚持的原则是,以距离入海口最远的源头为正源,也就是河源为远。 三江源区,它以前没有那么大比例的实际上图,或者高分辨率的影像。 而是确定源头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呢,比如你的技术也发展了,那么这些高分辨率微信影像, 所以我们确定河源的时候,都是比原来要准确的多了。 这是山地了是吧? 这是地,这是山地了。 这是草地啊,蓝色的就是,蓝色这个是河流的。 蓝色就是。 会不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这种蓝色其实是虚假的? 有时候会混的,因为它这本个性质都一样, 你比这冰啊,和实际影像上,有的时候它能会,有时候会混淆。 特别是因为往上水流越来越小了以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混淆的现象。 那么这也就是实际考察的时候,为什么要进行实际考察? 此次科考将携带多种最为先进和精密的仪器, 涉及摇杆测绘,水文地质,地理环境,重力测量等多个学科。 而确定源头地理坐标的精确位置,是揭开三江园神秘面纱的基础。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 平原地区司空见惯的感冒发烧,到了那里,却可能致人死命。 严格地体检,气氛紧张,不是担心健康,而是担心被考察队淘汰。 登山鞋,冲锋衣,羽绒服,加上头灯,水壶,遮光镜,科考队武装到了牙齿。 即便如此,难以预知的大自然,仍然令此次科考前途莫测。 此时的高原正是旱季,有利于寻找常年流水的真正源头,但危险也很大。 一旦突降大雪,不仅源头溪流会隐身雪下,甚至会使科考队处于进退两难的险境。 人民政府,三江源头科学考察仪式,现在开始。 假如在高原,这场撂翘的秋雨早已化成漫天的飞雪,或许这正是科考队将面临的。 托付越重,说明难度越大。 未来短短三十五天内,它们必须形成七千多公里。 走遍三条大河的十九条原流,带回三江源头的综合科学数据。 这在三江源考察史上,还是第一次,甚至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在雨中出发,第一项任务就是寻找黄河源头。 黄河,中国第二,世界老六,从地处渤海的入海口溯源而上,流经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青海,八省一区,是中国的内河。 在今天各类地理书籍中,黄河的总长约五千五百公里。 园区位于青海省中部,有三条最主要的支流,它们都发源于巴延克拉山脉北路。 从北向南,分别是扎曲、马曲和卡日曲。 基于历史传统,以及长度、水量等多种原因,扎曲首先被排除了。 谁是黄河正元的争论,集中到了马曲和卡日曲两条支流之间。 一路西行,不久日月山到了。 日月山自古就是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咽喉,是农区与牧区的天然分界线。 所谓东边雨打,芳草七七,西边雪压,枯草惨惨。 跨过日月山就真正进入了青藏高原。 出乎意料,青藏高原一扫秋雨的阴霾,在一个名叫苦海的湖边,阳光照亮了科考队员们的眼球,困意在碧海蓝天中消散。 队员们睁大的双眼瞪指,黄昏的阳光温暖地送来一群黄羊。 狐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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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 狐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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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狸,狐狸,狸,狐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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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境恶劣的青藏高原是逝者生存法则的最好实践者 但在大城市几乎见不到野生动物的队员们仍然视黄羊为神物 残羊已经昏昏欲睡 有经验的人终于耐不住 郑重地宣布 不要再少见多怪 等到了黄河园区 黄羊比家羊还要多 那才叫动物天堂 队员们上路 在想象中期待 在三江园早已名声远洋的 还是藏陵羊 只是季节不巧 随着冬季将至 他们大多迁徙到阿尔金山和可可西里深处过冬去了 零散的藏陵羊也躲得离尽头远远的边场末迹 天色很快朦胧 今天的目的地是黄河园区第一县 马多 据说马多在藏语中就有黄河源头的含义 无论黄河正园是马曲还是卡日曲 各条支流都在马多县汇集成黄河干流 不过早在两千多年前 中国古人对黄河源的认识 就追溯到比马多更远的地方 当时的著名地理典籍《山海经》中就说 河出昆仑 河在古代专制黄河 意思是说黄河的发源地 在三江园西 在四江圆汽集成黄河isée 马多县有个谜 海拔三千多不算高 却连多年的老清脏都难免头疼气短 第一晚随对医生彻夜未免 吃完饭然后回各自的房间 然后再起床吧 好不好 好 那就这样 天一亮 大队人马已经出现在大名鼎鼎的鄂陵湖畔 然而这大名却令人困惑 因为当地百姓一口咬定 这是扎陵湖 与正规地图中的名称正好相反 谁对谁错 莫衷一世 如此这般有关黄河园的争论 岂不更加难以判定 最可靠的办法 还是尊重科学 水文组的工作 就这样开始了 这个地方我们测的是扎陵湖与鄂陵湖之间的一个通道 黄河从扎陵湖流出 通过这一条河流入恶陵湖 所以这个应该是黄河的干流 测量流量时 先找一处适合测量的河床断面 测出河面的宽度后 用测速仪相隔数米测量深度和河水的流速 从而得出水流量的瞬间值 水流量是判定河源的重要标准之一 因此此次科考把水文作为必须而重要的考察项目 这样我们今天测了这个地方 得出一个流量数以后 作为这次科考 它顶多是一个瞬间的流量 今后如果根据科学观察的需要 比如每年我们再来点测 大约一千年前 唐王朝就有人到达了今天科考队观测水文的位置 从那时起 中国古人对黄河源的认识 渐渐摒弃了想象 变得明晰起来 新唐书记载 大将李靖平息土玉魂叛乱时 曾经到达兴秀海和白海 白海就是扎陵湖和厄陵湖 而兴秀海的位置还在两湖的上游 湖涨密布 显然那时的李靖已经知道 黄河河源在扎陵湖厄陵湖之上 至少到了兴秀海 其实考察队这次要考察的马曲和卡日曲 距离兴秀海并不遥远 史书记载表明 几千年来 古人寻找河源的位置 似乎不只是源于好奇 显然有设立地标和军事的现实需要 对于今天来说 确定黄河源头的准确地理信息 当然有更加广泛的意义 我们还想通过这个源头的确定 更进一步地掌握咱们源头地区的生态 气候条件以及方方面面的这些因素 对源头地区带来的影响 此次科考队探寻三江源头的同时 还要对园区内的气候 土壤及草场植被的变化进行考察 没有 它就是一平方米乘一平方米 我们不是采了 这不是捡好的吗 捡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放在带上 撑一下它重量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卫星角杆的图像 然后看大概有多少草场面积 在青藏高原 高原属兔是最庞大的动物种群 它们大量繁殖破坏草场 但其危害到底达到何种程度 地理族的考察结果令人惊讶 现在从整个三江源地区的 整个鼠害的情况来看 它的鼠害程度都比较高 中度退化的草地的样方里面 10乘10个平方 就是100个平方米的面积里面 它的鼠度能够达到200个左右 高原属兔繁殖了多少 和三江源的生态变化密切相关 它主要是跟水有关系 土壤比较干燥的时候 老鼠就比较多 然后比较湿的地方 老鼠比较少 显然鼠害反映了三江源 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 就是水量的减少 地理组组长刘峰贵是藏族 草原牧场是它童年的乐园 大学毕业后 就投身到青海省生态保护的研究中 除了直观的变化外 科考队也利用地温计 来分析三江源区气候变暖的情况 它看似简单 但在三江源区还是第一次使用 自动刚过一点 现在气温 它也许比气温还要高一些 因为今天温度相当低 低温度变化 实际上对木槽的生长 对动土的研究 都有非常强的意义 科考队发现 黄河源头区 已经出现了水量减少的征兆 科考队员提取了土样 通过成分分析 可以了解数万年以来 三江源地区的气候变化 大气候的全球变暖以后 整个动土是往下沉的 那个地表水就往下沉 因此造成地表 它含水量就减少 变得更干 草场退化 全球气候变暖 甚至会导致三江源头的位置 发生变化 因此 尽早确定黄河源头的准确地理信息 显得更加迫切 扎陵湖与厄陵湖 是黄河源区最重要的 两个汇水湖泊 在这里完成相关考察后 科考队绕过了星宿海 犹如繁星点缀的沼泽湖泊 转战千里 向黄河的最上缘 进发 马曲和卡日曲 人们 人们又该沿着哪一条河溯源 才能抵达真正的黄河本源 2008年秋 一支特殊的综合科考队 深入青藏高原 三江源区 人际罕至的腹地 试图找到黄河 蓝沧江 长江 三条大江的源头 自然环境复杂 多年来一直争议不断 大河源头 是否能最终找到 敬请收看大河源第二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